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传习法师 蒙法行 传习法师 蒙法行 传习法师 蒙法行 可以称为说是法神 琉璃光也可以称为是报神 药师也可以称为是化神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传习法师正在开讲 现在都很流行的藏密 藏密里最高成就就是什么 红光深成就 对不对 这个红光深成就 就是琉璃光深成就 实际上 我亲近过几位大德 你比如说 我们宁波 贵伦老法师 他七十多年不导单 七十多年不导单 我以前也经人介绍 我也去亲近过 后来我师父又带着我去亲近 他老人家也是 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师父 特别信赖的 所以师父带我去的时候 那就特别亲切的 本来你只是磕头供养 表面层次的 哪怕老人家也很慈悲 第一次就跟我 也是讲很深的东西 就问我 你会打坐吗 我就不敢说会啊 对不对 老合照说 问你会打坐吗 我赶快跪下来 合着掌 请师父开始 老人家就说 眼观比观心 观心无心 心境全无 你看 那时候第一次 也就很甚深的了 你这种 随后来跟你讲这个 赵普初看他 都给他磕头的 赵普初给他写了两首诗 赞美他 这老人家是当代 我们出家人 修行者里面 是一个很神奇的 因为惨定 智慧 神通 都具足的 所以赵普老写诗赞美 他说 虽然不识字 能说金刚经 说他是 师父就把他的手 拿起来 你看他的手 这几个手指都是平的 我们是平 不是平的 他老人家是平的 哇 师父你看 这就是一个佛像啊 我一看 是那的 药师佛也是这样的 药师佛 一个手是定印 一个手触地 药师佛一触地 变怎么样 大地一切都变成药 药师佛 他的本地风光 是如如不动的 以佛的这个智慧的时候 一切皆变成药 心地 寒诸种啊 心地是寒着这些种的 但是众生的花 什么时候开呢 所以这或许就是我们这次要研究 药师法门 药师经的一个 一个缘起吧 我不能说这三天能给你们什么 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思考 希望我们找到我们心地的这个花 我们做的药师佛 那时候啊 这个枝叶繁茂 你看花也打开了 但是这尊药师佛 没有 就那个花苞 闭盒子的花苞 手中的那个甘露薄 满满的甘露薄 这种是很神奇的啊 这种佛像是专门为我们这次要事法会显现出来的 包括它上的宝盖啊 都很神奇 这个显现出来的时候 你一个画的人就是那个笔往纸上一弄 你不要你动脑子的 自己就会画 画出来 你也不能画错 画错就让你头疼 一点不能自己想的 就要按照他的这个画 也让他看到 也让他画 画的人是不会画画的 不会画画的 然后我师父就拿着贵人牢和尚的手 你看 这个手你看 是平的 然后再让我摸那个手的手掌心 你看手掌心多清凉 我觉得真的是呢 哇 就是说这个老人家 他已经他的心如大地了 心里面没有造气了 知道吗 我们一般心是有造气的 凡夫嘛 分别心重 心里是有虚火的 是有造气的 那个心不是纯阳的 所以那个贵人牢和尚的心 它是纯阳的了 是阳光一样 日光变照 月光变照了 手心是冰凉的 清凉的 你没见过这样子的修行人 你怎么知道 一个修行人的功德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师父把他的手放在头顶上 加持加持 然后我们贵人老和尚还真的 我们师父把他手放在头顶上的时候 贵人老和尚之中 我看到师父这样做 我也把老和尚手拿过来 放在头顶上 哇 真的清凉啊 一股清凉就 头顶上就 就灌顶 就哇 特别身心清凉 永命严寿大师的道场 杭州敬慈寺的那个方丈 就是雪像老和尚 明阳大和尚 明学长老 他们都属于师兄弟 他也是大侧大悟的 他给我视线什么像呢 他把舌头伸出来给我看 我们一般些人舌头伸出来 舌胎都比较厚是吧 舌胎厚就是心火旺 知道吧 心没有平吗 没有证物菩提吗 心无所指啊 没有立脚根处啊 南无阿弥陀佛嘴上念的 心跟佛没有交涉的 无量光无量寿跟你没关系 念消灾严寿药师佛 念老半天 你有琉璃光吗 对不对 琉璃光没有 光想着怎么消灾严寿 药师是从琉璃光里来的 琉璃光是什么 琉璃光既是戒 亦是定 也是会 要定会立庄严 它是戒定会 总持 它是无上会的定 无上定的戒 所以我们戒里面 你看戒由 私之相受的戒 也有禅定得的戒 定供戒 也有什么 道供戒 道力产生的 戒由小乘戒 大乘戒 和金刚 三昧也戒 所以 药师佛又称为 生发金刚 他的三昧呢 又称为叫 无称三昧 所以老和尚 把舌头一伸 我看那个舌头 简直就像 小孩子的 那个舌头一样 红红的 嫩嫩的 他舌头伸出来 绕两圈给我看一下 我以为是佛陀 要生广长舌呢 这我悟了多少多少年 我得知道 他那个舌头 很绵软 红红的 不像我们一生出来 舌台老后的 没有了 这种都大彻大悟了 心有安止 这个 见地非常稳固 那我的师父也是这样 我的师父那个眼睛啊 透彻明亮 肝青色 眼睛肝青色 代表没有肝火啊 这说明他肝气平的 很平的呀 黑眼珠重重 重铜之相 黑眼珠重就代表 心安止了 心很定的呀 别看人的一个 黑白眼珠 分别心重的 就是黑眼珠小 分别心更重 连白眼珠都红 你看 哇 就这个人 分别心很重 得到了就高兴 得不到就不高兴 嗔恨性重 所以人的相貌 他外的相 他张内的德 就像佛的名 是张他的德一样 佛的名是张内德的 怎么药师能治病呢 他既可以治凡夫的病 也能治 人天 身闻圆觉 菩萨的病 就是什么 因为他已经流离光的状态了 还有一位师父 国庆寺敬慧老法师 很瘦小 但是这个通体是光 我们显宗里也有 汉传佛教理也讲 哇 这位师父已经修到流离光了 流离体 通体是光 这种修行的人 不仅仅说是人接触他 动物接触他 生命体接触他 这些生命都会什么 自然会生起惭愧心 然后生起向道心 然后会生起调柔心 哎 生起功德心 不仅仅生命体会这样 而且就连 连植物啊 花草 你比如说 如果这个老和尚 他房间里供的这个花 花期都会很长 如果他房间放的苹果 都好像用了保鲜剂一样的 它不会烂的 植物是如此 地水火风都会变得调柔 我们说四大清安啊 内四大清安 就身体健康 外四大清安 就是风调雨顺啊 国无灾难啊 哎 这样子的修行人 如果一个国土上 如果有一定的量 这个国土就 没有兵格之灾 没有劳逸 病苦之灾 所以说 修行人是人天的福田 是人间的宝啊 佛陀时代 大家就喜欢 从国王大臣 就喜欢请佛去吃饭 请佛吃饭 只是一个借口 知道吧 是请佛到我家来一趟啊 那还了得 那佛陀一走进这个地方 他以他为中心的 一游寻之内 天灾消失 人祸消除 所以消灾免难 有这样的功德力啊 那佛陀 那不吝啬啊 把这个方法就告诉了给我们 这个方法就叫 药师 流离光 本愿 功德经 这个经 我们要这样子深入的去 去读 这样去修 去依教奉行 能拔重苦 生死之痛 顾名 药师 无相不彻 赵度三有之案 故称流离光 流离光 即佛的自觉境界 如如智 其如如礼 显发无边清净功德 佛果的圆满境界 本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 因而 佛经中 多以菩萨的因德 显发如来的果德 比如 清净法身 毗卢遮纳佛 光明辩照之意 常以文书 普贤 观音 地藏四魅大事 分别表佛陀的 大智 大行 大悲 和大愿 药师经 则以日光辩照 和月光辩照 两位菩萨 表药师佛的 大智慧 和大慈悲 犹如日月光辉 普济一切 琉璃光是本体 是无上菩提 弃正法界的德行 日月运行于清天 波散光明 为琉璃光的妙幽 这里 以琉璃 比喻佛的三身三智 内外明册 故名琉璃光佛 三身分别为 法身光破烦恼账 暴身光破业账 化身光破暴账 三智分别为 善巧观心 发十智光 破人我执 愿行观心 发全智光 破法我执 行处观心 发无碍光 破二五我执 药师经 指引人们 拔除业障 改造命运的 主要法宝 就是 不施 持戒 取称 任何人 都可以在 工作生活中 把药师法门 付诸实戒 它是我们 通向成功与幸福 非常可靠的门径 如来是诸佛的通号 也可以称为说 是法身 琉璃光 也可以称为是 报身 药师也可以称为 是化身 如果我们 听闻了 这个教法之后 我们能伸信 我们也能发愿 你就好像说 我在这里 我造一个讲堂 请问这是不是 一个愿 有了这个愿 能不能造起来 有了这样一个 本根本的愿之后 那你所做的事 就有功 知道吧 做好了之后 这里面就有德啊 有果地的威德啊 请问参与造这个法堂的人 是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无边的功德啊 谢谢 所以我们如果 听了这个法 我们也发起这样的愿 我们也如实去行的时候 我们就 生命就会有功 这个功和过 是从哪里分的呢 就是诀和谜来分的 你说凡人也做事吧 对不对 凡人也有生口意 那凡人的生口意 就是什么 有漏的 造作的罪业 就叫业障 觉悟之后 你看 也有生口意 那叫敬业功德 凡人吃了饭之后 加了油 能干更多的坏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法华经理说 罗刹吃饱了之后 造业更大的力量 更加适甚 恶业更加适甚 菩萨呢 菩萨也吃饭 菩萨加完油了之后 继续修功德 凡人睡了之后 就进入 从无明进无明 昏尘无明 菩萨也睡觉 菩萨你看 休息 然后进入休息 心性的 休息的状态 也是一种定 做梦都是光明 凡夫是做梦 业绩颠倒 醒来还是业绩颠倒 颠倒业绩 觉悟了呢 对不对 还是回光返照 悲成何觉 乃至休息到 醒是这样 梦也是这样 梦醒一如 动有动的功德 静有静的功德 凡夫不知道修的 动有动的做事 静有静的过失 动是散乱 静下来是昏尘 那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你看 那觉悟多好 同样是人 觉悟了你看 就是菩萨 不觉悟是个凡夫 我们在座的 有没有听懂 我们要做凡夫 还要做菩萨 如果我们还没觉悟 我们是凡夫 我们要不要有生惭愧心 要生惭愧心 同样的时间空间 如果觉悟和不觉悟之间 却相差那么多 差之毫里 六之千里 一和觉是指一点点 一点点 比窗户纸还薄 捅破了就是觉 没捅破就是迷 所以叫破迷 开悟 那怎么破呢 把这个窗户纸捅破呢 这个经重要不重要 经很重要 传经的人是谁啊 申宝 所以申宝是住持三宝的 单单你看这个经 你看了你没有什么 如果有传承了 如果把我们通过这个经把你带到了佛法的 这个法性大海当中 哇 那你就畅游其中啊 犹如信海中升起了日轮一样啊 那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犹在绝天中降下甘露一般啊 绝天甘露 信海经轮 美不美啊 所以这个经的题目就是 会修的人一看到 钥匙琉璃光 哇 大院法师对这个如来的解释 解释得非常好 法身的如来 报身的如来 化身的如来 还分什么 凡夫的如来 凡夫是 来而不如 来是来了 但是对于如如的礼是迷的 所以小秤呢 是如而不来 虽然他能安住在这个如如的这个界面 但是他生不起大悲心来广化众生 他说一说如而不来 法身的如来 是无所从去无所从来 如如不动 法身境界 法身的如来 正义实相 而来这个视线 他如来两个字 解释得 我这么优美 还这么让人凌厉 所以听法就是 甘露美味啊 这次印刷我们经典的 山东 我们扇顶 大家手里拿到那个法本 就是他印的 不仅印了打印的这个法本 还印了我这次 在舞台上手抄的那个 我手抄的那个 我们这个保定的 刘树霞是吧 也是日日夜夜加工 一直到前天 他扛来啊 那本书啊 哎呀 他这一辈子反正表的最大的书 这个我们后面的谈诚 就会供在谈诚里 谈诚里就是佛也有了 法也有了 那边那个贤圣身也有 龙天护法 二四诸天 都供奉着 这次我们的这个 这个法会是不是 哎呀 太多庄严 我都想不过来 虽然大家来参加这个法会 物质条件还缺乏啊 有点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亲切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场 对不对 很特殊 第一次 特殊 以后再想参加这个 时空不可能会回转 那以后法堂是好的时候 那跟现在你看 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东皇非天似的 怀中琵琶半遮面 一边有天 一边是这个 大棚 天风阵阵 你看这不是电风扇打的 这是天风阵阵啊 是不是 我们都在这个 五彩吉祥节当中 你看 这个经典里面 以五彩神接节 对不对 接其名字 我们不要接名字来 把我们人都接到里面了 我估计看现场直播的人 肯定很羡慕我们 为什么呢 有的呢 很想来 但是功课没有完成啊 这次门槛还是蛮高的呀 要念十万遍新咒 一百零八遍这个经 对不对 有的这个是加班都来不及啊 所以能够来到现场的是不容易的呀 就是特别有自信啊 胸脯挺的 特别那个自信 这脖子上这个牌子不好挂的呀 这还了得 这入场券 虽然说不要钱买 但是它是需要时间精力 那么多的投入 然后这种牌子不好 cont 她是什么都来说 解脱子 因为这种牌子 你们都来说 那种牌子 放在那边 在那边 赔年 从那边 不是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如果说药师佛的这个触底印 在药师佛触底印的时候 把大地万物都变成药的话 那一切药皆是如 药师琉璃光 哇 马上自己的身心就 这个光就笼罩了 然后一想着药师琉璃光 就能照别人 一时这个是什么时 是过去时 还是现在时 还是未来时 这是佛的时间 觉悟的时间是没有边际的 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任养代替购买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成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杖 棘手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住印 灭罪消灾最吉祥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哉戒 即礼拜大悲颤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七月二十星期四 八点半传授八观哉戒 十三点三十分大悲颤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睦福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成征义公 联络电话06-271-6616 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冬顶 70-618-2911 他的省 输士 输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菩萨 各位观众 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学习中科巴大师的论点 菩提道 次第设诵 这一堂课我们进入因果七要义修菩提心 所以我们看第十九诵 前面几章我们讲因果七要义 如何叫因果七要 后面生起前面 前面的为因 后面的为果 所以我们讲说最初要知一切众生都是母亲 知母 再来念母恩 再来报母恩 最后给他们快乐 这一诵第十九诵我们进入修悲 拔苦的悲心 所以讲说 如母的友情众生痛苦所逼迫 苦因苦果愿尽离 我们希望他们离开痛苦的因 以及痛苦的结果 如果我们好好地学习 终视到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痛苦的因 根本的痛苦因就是 我及我所 追求自我意识 我的 我想要 这是我的东西 我的成就感 甚至最后我的身体 我只是一切痛苦的苦因 而感召了痛苦的结果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拔众生的苦果而已 我们要让它断除苦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汉传佛教 在排位回向的时候 一定要念心经 告诉你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告诉你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伤心的事 一切众生 他之所以会 堕地狱 做恶鬼 做畜生 因为他有苦因 苦因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对自我 生命真相的不了解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不断地强调 念心经 排位回向的时候 就是断除众生的苦因 让他们苦因尽灭 因灭则果灭 所以苦因苦果愿尽离 后面讲 众生已经造苦因 就一定会得到痛苦的结果 那个痛苦的结果 我可以帮他承受 所以修悲心 就是一种承担 就像我们海涛师傅 不断地强调说 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一个众生 没有离苦 都是我们菩萨的责任 只要有一个众生 还没有听闻佛法 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修悲心 就是一种承担 众有余秧我代受 我们要期待说 我要接受 勇于接受众生的痛苦 透过承担众生的痛苦 就消除了自己的业障 这个我们汉传佛教 叫做承担众生苦的修行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累劫累世以来 就是用这个修行 与他所痛苦的释迦牟尼佛 承担起来 所以释迦牟尼佛 现在我们娑婆世界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是诸佛所气舍的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没有善根 太邪见 太恶劣了 所以十方中佛所 跟我们没有缘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视线在娑婆世界 救度我们 我们要因此 对释迦牟尼佛的 那个悲心 生起一种感恩的心 所以透过意念佛 我们就要常随佛学 释迦牟尼佛 可以承担我们的痛苦 同样的我们也要学佛 承担众生的痛苦 勤修悲心求加持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最重要的勤修悲心 有一部经照大悲经 大悲经中 释迦牟尼佛说 只要你掌握一法 你就掌握一切佛法 哪一法呢 为大悲为根本 所以我们箴言中 最重要的经典 叫大日经 里面讲三因 哪三因呢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 方便为究竟 什么叫菩提心为因 我们所做的一切修行 都是为了生起菩提心 但是如何生起菩提心 大悲为根 大慈大悲 尤其是悲心是根本 方便为究竟 为了成佛 我要广行方便道 所谓的方便道 就是六度波罗蜜 甚至是十度波罗蜜 只有方便的去设受众生 才能够方便的圆满 我们的福德资粮 智慧资粮 所以方便为究竟 这在箴言中很强调 在高野神教不断的背这个东西 菩提心为因 大悲为根 方便为究竟 箴言中不断强调这三个 就是因为如果没有菩提心 我们就不算是大胜的佛弟子 也生不起最后的方便 但是大悲为根本 大悲然才能让我们生起 究竟的菩提心 所以最后由大悲而引生 方便 方便为究竟 所以这一诵我们讲的是 修悲心 再来二十诵 这一诵讲一切世间的友情 都是我们的 如我们过去的父母一样 我们叫如母的友情 都希望他们能够获得 无漏的快乐 没有副作用的快乐 这就是修辞心 断苦根 离开苦及苦因 这就是修悲心 而最后这一句话 就呈现了增上一个的特点 我应决定如是做 这个修辞修悲 不能假守于他人的 我应决定 要这么决定这么做 我应决定如是做 最后运速堪能求加持 如何决定心 我们讲决定如是做 就是起坚固的信心 坚固心就像我们 在大制度路里面说的一样 舍利佛尊者 他在无量节以前 就已经发起了菩提心 他那个时候升起菩提心说 我要开始行菩萨道 你开始行菩萨道 这个时候他说 如果有人来跟我祈求任何东西 我都会满他的愿 菩萨道不实为根本 这个时候天上的第四天就下来了 考考这个尊者到底是 蒸发菩提心还是假的菩提心 第四天就下来了 尊者然后在路上哭 在路上哭的时候 舍利佛尊者的前世就问说 你哭什么 你哭什么 那个第四天化现的人就说 我生病 但是医生说 要用人的眼睛来做药 我的病才会好 这个世界上 哪里有这种菩萨 要挖眼睛给我呢 舍利佛尊者 我刚发菩提心要布施 马上遇到考验 他说好吧 我既然发菩提心 我就真的要挖眼睛 好 开始 舍利佛尊者就把左眼给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呢 那个第四天化现的人就哭了 不好意思 医生说要右眼 这下尊者说 你怎么不早讲呢 那怎么办呢 都已经发心要行菩萨道了 只好再把右眼挖出来 结果那个 他呢 就那个第四天化现的那个人 就拿起来闻一闻 你到底有没有在修行啊 眼睛那么臭 然后就把他丢在地上 用脚踩一踩 然后舍利佛尊者就退转了 菩萨道真难修啊 挖个眼睛要布施 结果被嫌臭 他说我还是退转来求个人的解脱好了 所以就这么一退转 舍利佛尊者一直退转到今天 八万大劫之后 遇到释迦牟尼佛 在灵山会上法华经的时候 才又发起了菩提心被授记 但是就知道说 哇原来 如果你一退转菩提心 是蹉跎这么久 但是呢 我应决定如是做 因为他没有生起 增上意乐 你单纯修慈修悲都可以 但是你没有生起增上意乐 你的菩提心就很薄弱 菩提心如果很薄弱的话 因为你增上意乐生不起来 菩提心薄弱就容易退转 所以我应决定如是做 这句话叫增上意乐 就是我要发愿这么做 但是如何这么做 愿素堪能求加持 这个时候就只能求三宝加持 就像阿底霞尊者那个时候 为了要求菩提心的法 他横跨了海峡 漂流了很久 要到印尼 亲近荆州法护大师 就在海上船快翻掉的时候 阿底霞尊者说 我是为了求菩提心法而来的 怎么办呢 他开始求度母 这个时候二十一度母线前 不动冥王线前 不动冥王去船尾压住船身 二十一度母把船团团的围住 这个时候才让阿底霞尊者 能够平顺的到荆州法护 住的以前的印尼 来跟他求菩提心的教授 也就是说因为愿素堪能求加持 因为增上意乐实在是太难发起了 增上意乐是发起菩提心前的一个门槛 如果你不能够真实发起增上意乐的话 菩提心我们叫入水道心 我们汉传佛教讲入水道心 就是你早上发起的心 还没到中午就退转 因为没有增上意乐 所以在《幽婆色界经》里面讲说 菩萨初发心与子安摩罗 就是三个东西 菩萨的初发心就跟什么 鱼的卵一样 一只鱼可能排了好几十万的卵在大海里面 只有一点点会孵化成鱼 安摩罗果也是一样 一个安摩罗果里面有很多种子 只有几棵可以长成大树 所以讲菩萨初发心与子安摩罗 就是说菩萨发起心很难 为什么 因为增上意乐修得不强 没有坚固的增上意乐心 我应决定 如果没有这个心的话 我们菩提心就很容易退转 再来 二十一 任运承办自他利 世尊而外更有谁 以此为利有情事 愿述成佛求加持 任运承办 只有世尊可以任运的 任运就是随心自在的 承办自他而利 身闻重在自利 我解脱自己的烦恼就好了 我不要痛苦就好了 自利 菩萨很利他 但是利他中 有时候有些菩萨没有方便到做辅助的话 他不断的在追求利他 不断的在追求利他 结果自己内心没办法进化的话 他就永远在进进退退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菩萨道到八地才不退转就在这里 菩萨道永远处于进进退退的状态 所以汉传佛教告诉我们 花开见佛物无身 求生极乐世界 蒙佛力的加持 让我们正到无身法忍 不然就会进进退退 没办法任运承办自他利 只有世尊 所以叫世尊而外更有谁 还有谁可以这样承办自他的利乐呢 因此重点就在这里 这句话白话一点还是我们菩提教师弟的重点 为了众生我要成佛 为了众生我要快速成佛 因此以此为立友情是 愿速成佛求加持 那如何成佛 就是要圆满六度波罗密四射法 但同样的这一颂告诉我们 要成佛 要发起菩提心 就要意念佛陀 所以愿速成佛 任运承办自他利的功德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念佛 念法 念僧 透过念佛 来增长我们的菩提道心 华言经中说 菩萨实地 地地不离念佛 就是透过意念诸佛菩萨 如何利益众生的方便 如何利益众生的功德 来增长我们发起菩提心的力量 增长我们发起菩提心的能力 再来就是 以上是因果七要义 就是从最初的 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母 知母 念恩 报恩 如何报恩 第四修辞 第五修悲 第六 要决定这么做 增上意乐 第七要 发菩提心 这叫因果七要义 最后我们要进入了 这个叫自他平等 跟自他交换 这是在 藏传我们叫 入菩萨行论 极天菩萨的传承 他讲的就是 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二十二诵 自他与苦 皆不欲 愿得安乐 此心同 他之求乐 亦如我 自他等事 求加持 这个颂 重点在最后四个字 自他等事 因为在还没有生起 自他患之前 先修平等 就像我们说 要生起菩提心之前 先修平等舍 如果你没办法 自他等事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生起真实的菩提心 因为自己是自己 对方是对方 同样的 为什么要自他等事 除了把自己 跟对方看作一样 平等平等之外 还有就是 我要把所有的众生 如母有情 都平等事之 叫自他等事 这个时候 自他与苦 自己跟众生 都不想得到 一点点的痛苦 都想得到安乐 所以对方 追求安乐跟我一样 但是他不知道方法 那如何让他们知道方法 如何给他们佛法究竟的安乐之法 是我们的目的 自他等事求加持 自他等事的目的 是为了进入自他平等 23 爱自集成众苦因 爱他则是万善根 生佛差别从此出 自他相患求加持 前面两个 两句话也是 大圣佛教的重点 爱自集成众苦因 这个也可以结合 中世道来看 爱自己 自我爱惜 是众苦的根源 为什么 我们从中世道 就可以看得出来 前面集中告诉我们说 生命的流转 三有的流转痛苦在哪里呢 在自我的中心的追求 叫无名 我及我所的追求 叫无名 所以爱自集成众苦因 你自我爱惜 就会变成我直 我及我所 痛苦无名的根源 所以就众苦之门就开了 祸叶苦的循环又出现了 所以为了这样 爱他则是万善根 开始追求大圣道 立他为主 同样的 这也有点 往上修 可以修到空性见 就像我们海涛师傅常说的 如何来断除自己的烦恼呢 在立他中消除自己的烦恼 所以为什么 很多的善知识 要不断地游行 不断地走 不断地释出弘法 在帮助众生中 自己的烦恼就没有了 举例来说 有时候去祝念 当对方那个时候 往生着很痛苦的时候 你自己哪里的痛都忘记了 你只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 安安稳稳地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时候就是 爱他则是万善根 你自己的痛苦就没有了 同样的 有时候你去菜市场 看到那些鱼被杀的时候 你的心没有烦恼了 你就只要 我要如何让他不要痛 就算没有办法救他 我也要帮他持咒 帮他念佛 让他真的离开痛苦 爱他则是万善根 开始步入修行的就是从生活中 利益众生中看到 内心清净的根源就是帮助众生 所以叫菩提心为一 大悲为根 方便为究竟 所以菩提道次第的重点 在于我们把所有佛头的教法 融合在一起修 融合在一起修 而且是有方法由次第一步一步的修 才可以总设小圣 大圣 密圣 甚至密圣还有日本的密圣 我们中国的唐密 每一个教法都是可以合在一起修的 都可以在菩提道次第中 找到他的定位 找到他修行的方法 叫一切佛语现为道用 所以生活差别从此出 众生跟佛陀的差别 就在于众生追求自己的安乐 而不顾别人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永远在痛苦 因为自我爱惜是最大的敌人 所以自他相患求加持 什么叫自他相患 其实就有点接近藏传讲的施生法 我们追求自我爱惜的身体 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今天冤亲在主来找我们了 我们就大大方方开开心心的 把我们的身体布施给他 一切都放下了之后 你的身体就健康了 然后冤亲在主也满意了 也满足了 也离开了 甚至是超度了 这就是自他交换 自他交换最好的方法 也可以透过方便道 像我们做替身 做施食 我们愿意用这个方法 来偿还过去的业障 甚至有一种 自他交换的方法是呼吸的方法 把对方的业力 像黑墨汁一样 吸到我们自己身体里面来 把我们所有功德都呼出去给对方 怂啊怂怂啊怂 这样的功德叫自他交换 但是呢 不管做什么 自他交换的重点 就是把对方的痛苦 我们承担 为了什么 消除我们的我值 同样的我们的安乐 给对方叫回向功德 这是佛教的重点 所以这堂课 我们把因果七要义给认识完了 也认识了佛教最重要的 自他平等 自他交换 这两种发菩提心的方法 我们将这个功德来回向 首先我们先念发菩提心文 菩提心妙宝 为生者愿生 以生愿不失 辗转愿真上 Om Pudhichita Mudhava Dayami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 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 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扶持救护 养护流浪狗 话播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扑名 台湾救狗协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特为病苦者 起见49天药师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主法 日期7月20日 农历6月3日起 至9月14日 农历7月30日指圆满 时间每日上午10点半 逢星期三休息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永大洛尔段 345号 欢迎为一切有需要的 毛海立牌位 欢迎十方大德 一起为世界祈福 为一切有缘众生 消灾增福寿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欢迎提早来电报名 慈悲至业 东山吉祥书方 举办每月一日禅 主题 人间佛教的戒定会 8月开始 每月的第三个星期日 上午9点半至下午3点半 由慧敬老师亲自编辑 一系列课程 课程内容除了佛学课程教授 也加入茶禅的品名时段 以及精致的点心禅 每月一堂课 共16节课 敬邀大家一起加入 上课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报名电话 03958-0286 03958-0286 或03958-76696 03958-76696 什么是出地的菩萨呢 出地的菩萨 他不再有执着 内心不再恐怖 也不升起颠倒 不会打妄想 他不担忧生活 也不惧怕死亡 不会对人产生怨恨 也不会对人毁谤 进入了出地的菩萨 他等于升到了诸佛的家中 他以助人为本分 以布施为快乐 能少龙佛种 也能同法度化众生 内心与菩提相应 欢喜踊跃 所以叫做欢喜地 点一盏灯 一半新香 生命电视 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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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果报 会比较大一点 或是比较小一点 刚才提到的三个因素 心 我们的发心 还有田 还有氏 氏呢 就是布施的 他的物质呢 他的品质 他的数量 我们发心的不同 发恭敬心 发慈悲心 那个田 是良田 二田 是敬田 是悲田 都会影响 那在 聚色论里面呢 他也把布施的果报差别呢 这三种呢 叫做 油煮 柴田 油 三个条件的差别 你的果报 大小 也会不同 那 油煮柴田呢 这个 油煮柴田